很快家族祖老有天杰降临突破金丹的预感 让金光扇又活跃起来 可还没来得及庆幸 杜杰的祖老们就在他面前被披成了灰 无一幸脸 无一例外 若是魏无羡 看到蓝灵金氏祖老们一起杜杰的场面 必定大喊一声佩服 当日蓝忘机杜杰为了不受波及 他一退再退都不放心 金氏居然聚在一起杜杰 难道他们认为人多力量大 当然蓝灵金氏怕有人破坏祖老杜杰 他们所在之处是金氏一处隐秘山谷 四面环山 只有一条隐秘通道 金光扇在一处山头 看着这些祖老在天雷滚滚 而下石连躲避的地方都没有 最后全被披成灰 看着一下又一下 像是不将人披成灰不会停的天雷 金光扇吓猛了 他可没有忘记 他也是结了金丹的修士 只要想到有一天他也要面对雷劫 金光扇就腿脚发软 全身颤抖 云梦江氏曾被温氏血洗 本身祖老就死绝了 而在摄日之争中 投奔江氏的都是青壮年 这一轮天劫将是没人渡劫 同样无人渡劫的 还有清禾涅士 涅士刀铃霸道 涅士修炼刀道的修士 就没有活得久的 不过薛扬也传来讯息 他帮涅明爵安抚刀铃之时 涅明爵似乎触摸到极限壁垒 也有了要突破的迹象 随着薛扬的消息 还有就是孟瑶传来的各地的讯息 孟瑶在安排好 魏家庄温氏众人后 就带着涉日之争结束后 投靠薛扬的四千多修士 离开了魏家庄 月前传来消息 他们开启了客栈 客栈的位置都在穷乡僻壤不说 若不是客栈掌柜会绘制服录 出售给那些前来业劣的修士的话 这些客栈只怕连生计都不能保障 对此魏无限无话可说 孟瑶不愧是孟瑶 就算没有仙门 百家支持的廖望台 他也在为普通百姓谋求福利 不过孟瑶最近传来的消息 倒是让魏无限有些重视 在众多民宿死于雷劫后 偏远地区的灵物多了许多 山精鬼怪也比以前的聪明了 这个消息魏无限一接到 就送了蓝忘机一份 他总觉得这是不简单 只希望蓝忘机看了 对他能有所帮助 先门百家关于杜劫之事闹得沸沸扬扬 最终他们必定会将目标锁定在他和蓝忘机身上 谁让他们二人都是原因修士 明着来魏无限一点不怕 他对先门百家并无亏欠 但人心险恶 他是见识过的 他还是要早做准备才行 魏无限的担忧显然很对 就在先门百家中再次有人感应到天劫时 先门百家中不少人找来了魏家庄 魏无限大大方方地在大门外张贴告示 表示修轨道凝结原因不需经历雷结 先门百家信语不信魏无限并不在意 反正他实话实说了 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传到蓝忘机耳中 看着身边焦虑不已的叔父蓝起人 在长长吐了一口气后蓝忘机垂下眼帘 天道一时想要清除掉不能晋升的金丹修士 他能做的只有万一蓝起人和蓝溪陈渡劫失败 由他出手打散天劫 其他人他也没有办法 现今唯一要做的事只有等待 看看天道一时到底要清除多少金丹修士 唯一不好的就是他与魏无限的节气一世 只怕又得延弃了 蓝忘机郁闷的给魏无限发消息 魏无限在魏家庄里收到 也只能无奈摇头 金丹修士最后不知能留下多少 这方世界必定有极大变故 只是无人知道是什么变故 对他们又有什么影响 他们也只能和所有人一样的等待 魏无限不放心魏家庄齐皇一脉安全 偷偷离开 又收服了两个有灵智的凶士 又在庄内布上防御法阵 将魏家庄布置得犹如铁桶一般 才又恢复吃了睡 睡了吃的美好生活 魏无限说他又金丹进去 原因没有天洁 先门百家修士有信的 自然也有不信的 毕竟魏无限是唯一的轨道修炼者 他想怎么说也没人能够反驳他 不是吗 所以当魏家庄大门外出现敲锣打鼓前来拜师的奇葩 只是不知谁传出 怡陵老祖对齐儿另眼相看 那些前来拜师的 就算肥头大耳白白胖胖的人 也故意都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不说 就算身着锦衣 但在显眼地方 锦衣之上还故意打伤不定 唯一没有改变的 就是那些飘扬在风中显眼无比的金字的招牌 放眼看去 一片让魏无限好然的题字 无上邪尊 名府之主 魔道祖师之类的称呼 显眼又张扬的招牌下面 就是那些要拜他为师的奇葩 他们有躺着的 趴着的 跪着的 还有坐着的 姿态各异 反正就是堵在了魏家庄的大门口 蓝旺基得知此事后 立即派出蓝锦衣和蓝慎行 带着蓝氏执法弟子前往魏家庄 这次仙门百家 休想将污水再随意破到魏无限头上 相对于蓝旺基的紧张 魏无限却是不慌不忙地召开怨灵红衣 让他传讯薛阳 若是真心想要修炼轨道 可借聂世纪刀堂突破 第二批感应天节的修士 还没等来天节 却都听闻了清和涅氏祖坟一变 魏无限的清传弟子薛阳 突破金丹 踏入元英 以一己之力 镇压了让清和涅氏苦恼已久的刀灵 刀灵被镇压 清和涅氏宗主赤丰尊聂明爵势不可挡 一刀破万法 引来雷劫 成就元英 金红君聂怀桑 也不知是受到薛阳的影响 还是聂明爵的影响 居然也突破了金丹 剑取元英七 不过因为杜劫时 大家都被聂明爵那气势磅礴的天雷吸引 聂怀桑经历雷结显然弱了许多 大家还以为是聂明爵雷结的余波呢 直到薛阳恭喜聂怀桑世人才知 聂怀桑也是元英七秀氏了 一时清和涅氏风头无二 还有谁会注意魏家庄的笑话 魏无限当机立断 让三个狮王出手 在蓝锦炎和蓝慎行配合下 将大门口那些吸引人目光的人一举情获 都没怎么用力 那些人就主动招任是受人指使 前来骚扰魏无限 趁机败坏他的名声 指使他们的人魏无限都不认识 不过这些人有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是依附蓝陵金氏的家族 即是蓝陵金氏附属家族 他们会这么做受谁蛊惑 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摸了摸鼻子魏无限无语望天 前世今生都把主意打到他头上 真的觉得没有家族依靠的他好欺负 魏家庄恢复平静 姑苏蓝氏的人返回云深不知处的第三日 蓝陵金氏金灵台被雷劈了的消息 在仙门百家之中传得沸沸扬扬 仙门百家只当蓝陵金氏有金丹修氏感应到天杰 想在金灵台度节 不曾想天杰超乎想象 所以金灵台遭殃 没有人会想到此事与魏无限有关 蓝锦炎和蓝慎行人如其名 就算二人猜到魏无限有心报复蓝陵金氏 他们也只会三奸其口 毕竟蓝启仁和同辈的堂兄弟们 以及姑苏蓝氏万门客亲长老都感应到天杰将至 蓝旺基接到魏无限的一封密信 没有自内附引雷阵法图一张 蓝旺基一看就明白 这阵法是魏无限由引雷浮为灵感创造的新阵法 作用引导天雷扩大雷击的范围 蓝旺基看了哑然失笑 魏无限向来豁达 没有人会想到他会用这个方式报复蓝陵金氏 想想金氏私底下的龌龊 蓝旺基觉得这个方法甚好 蓝旺基将这张阵法图 珍重地收尽了柜中 于以前魏无限在云深不知处 听学时传给他的纸条 为他画的小像放在了一起 他想魏无限了 他们 backing up 让都两声 簾不是创造第二次 指他们这张突破一يت 作词